车轮下锁碾的干裂土地 是中国严重干枯的鄱阳湖 居民第一次体验在这个季节 骑车上鄱阳湖奔驰 而湖底泥土大片干枯 河棒也被晒干 这是明确是干死的 这是干点 这是竹子那个 要死那个鱼的鱼 它咬上来的 受到长江流域降雨减少 还有持续高温炎热的影响 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颇阳湖的水位持续降低 短短一个多月 湖水面积就少了66% 严重干旱让湖床大面积裸露 湖底干裂 颇阳湖提早进入枯水期 大概在应该七月份吧 七月份开始直接提 大概提了十多 二十天左右就直接提干了 历史建设从都没见过 从现在就是没有水了 往年八月 这是水草丰美的季节 十月才会进入枯水期 现在提早缩水 写下有记录以来 颇阳湖最早进入枯水期的一年 而气候变迁加剧 夏天就要面对枯水期 也让人忧心 Citizen 优优独播放 对枝制作業 年旧索